发达国家没有年夜饭 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取消年夜饭吧 这居然是北大的一位教授嘴里说出来的话 他给了三个理由 第一 他认为年夜30晚上 有太多人因为胡吃海盒被送进急诊了 严重可以会出现抢救无效 所以禁吃年夜饭 第二 年夜饭很多人会喝酒喝醉了 会寻衅滋事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所以禁吃年夜饭 第三 也是他说的最重要的一点 纵观全球没有一个先进的文明国家吃年夜饭 但只有中国仍保留这种习俗 应该尽快消除这一习俗 这样才能够加快我国的复兴进程 在这位教授看来 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年夜饭的习俗 所以这就是野蛮文化 糟粕文化 就该禁止 但他好像忘记了 年夜饭对于中国人的意义 要想加快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代表要丢弃国家的特色文化 更不代表着盲目效仿西方国家 谈点被群众吐槽的专家言论 谁家没50万呢 中国人没那么穷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中国人现在平均家庭资产300万 Oh my god 房价上涨 才使得这么多的老百姓 今天有了巨额的财富 现在在北京上海很多有一套普通住房的人 他们的身家都有上千万了 当年这些房子还不都是通过买商品房获取的 不少就是通过我们的房改政策 通过购买工房 把原来的租住工房变成了商品房 也就是说他们用了两三万块钱 就买到了当年的房子 现在变成了一千多万 那些买商品房花了几百万呢 现在也变成了一千多万 你看这不是造成了共同富裕吗 由此造成了现在全国居民家庭的财富 60%是房产 造成全国城镇居民家庭 96%的家庭有房产 而且平均拥有的是交互套房 这不就是当年房价上涨的最好处的一面吗 上班两个小时 为什么你不在你上班这个地方附近租 我们是主张蒙迷进城住的 农村仍然有种地 但是他可能开着车过去 开着车过去 种地他住在现场去了 那么这样的话 长期住在现场 至少是什么 饮水 至少是医疗 他这些方面都是大大的改善 我们要让农民 享受到现代文明 享受到城市文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一个人在那个家里面写作 就是为了我想过上一种不被闹钟吵醒的那个生活 所有的人人人生的或奋斗的目标其实很简单 就希望生活里面没有闹钟 先奋斗后躺平 就是 就是现在买不起的时候 你就多买两套 大家觉得现在房价很贵 我劝你 如果现在能买 有这个实力买 就抓紧时间买 因为 如果你嫌贵 十年以后 你更买不起 一定要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一种叫抗红文化 就是 也是没有什么目标 没有什么追求 要过生活 对此你怎样看呢 本来就应该这样 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奇怪的 当然有什么胜不胜 外国这种是最好的年龄嘛 什么胜什么女呢 人家不会新散发了嘛 不嫁又怎么样呢 大家多多开开心心 说好几个女的一块去玩啊 在这个特殊时期 有的专家就提出了这样的一条建议 让大学家付费上班 所谓的付费上班呢 意思就是 企业不用再开工资给大学生了 而大学生呢 得付钱给企业 以获得工作经验 获得工作机会 这样一来 企业不就有现金了吗 可以渡过难关了呀 大学生也就能够就业了 能提出这样的建议 也真的是只有这个所谓的专家了 觉得年轻人其实在二十到三十岁的这个年纪当中 他其实第一时间不应该考虑他能够给他赚多少钱 而恰恰是他的青春能够给他带来多少的感受 不利于年轻人奋斗 同时也不利于产业转型 高房价可以启发老百姓奋斗的积极性 有利于经济发展 年轻人就应该朝气蓬勃去 你如果就愿意找这个私家车 你再可以拉扶 还比如说你把那个 这个自己闲递的房子租出去 这也是获得收入这种房子 那么就对于你这个解决就业问题 解决这个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和结婚的年龄 男的六十你的五十五 因为一结婚就有退休金 不用上班不用生孩子 大概率没有活息关系 不用买车买房 天天啊就是玩 最主要的是一结婚就白头偕老 就那一份看病的那个病人和家属啊 他们为了省钱不住旅馆 他们就直接在那个停车场里打地铺 过一晚上 然后别人去看大夫 我们可以想象就一个家庭 他们连住最便宜的旅馆的钱 都掏不起了 这部分人 他们的消费能力怎么样 你能想象吗 但是他们这部分人 他们就能够到正大医副院去看病 正大医副院是河南省最好的医院之一 他们就能到正大医副院去看病 他们能负担得起河南最好的医院 提供的医疗服务的费用 中国这是中国最穷的一部分人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中国医疗太廉价太便利啊 这不正说明了 为什么为什么所有的人 哪怕就是连睡觉都要睡停车场的人 他都要去正大医副院看病呢 就因为这个地方 他廉价他又便利啊 这不正说明了 我们的医疗体制是很廉价很便利的吗 这种情况他不会去正大医副院打地铺排队啊 当正大医副院的价格他支付不起的时候 他就会去下一级的医院 当市级的医院加了他支付不起的时候 他就会去现级的医院 现级的医院加了支付不起的时候 他就会去相论一级的医院 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不是我们的看病男看病鬼 恰的相反 所以中国看得太便利太便宜 人心数百万 而且是税后 你们同桌如果有建筑业的 要珍惜这个朋友 明天的课他不一定还能来 搞建筑的几乎每个环节都充满了犯罪的机 你没有刑医资格 你把你的针赶快收起来 否则的话 医政部门要抓你的 今天医院没事 我是传播这个东西 不是为他 你不能在这里传播 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 这位陈先生呢 您并没有公开的在刑医 这是一条 这我还是反过来问 医院有刑医的资格 我没有刑医院都能试好吗 你们老是抓的 合法不合法 可是病人的想法是什么 病人的想法 我的病到处治不好 我希望找偏方 找什么方法 你合罪 一定要工作到 才健康寿命终结 就是不瘫到 船上那一天 不要结束工作 这是我研究的一个新的提法 也是整个生命周期测算的 虽然工作意义不太一样 这里瘫了再说了 女性呢 她现在是比男性全球平均来说 多活八岁 如果女性在55岁退休很多 不管是谁 我觉得 对女性来说 面临的长寿风险比男性更高 所以你这个多工作五年 你的积累 无论是在社保啊 这个个人丈夫 还是买到这个商业保险上 你就积累少了一块 少了一块以后 你又多活那么八年 我觉得要适时的 要把女性的这个 这个退休年龄啊 也要跟男性要 适当的也要延长 同时出头落了心 去年 要增加存款增加多少 15万 那如果让15万亿的存款 其中有三个人拿出来 恢复当地房屋的货币 和房秀和其他的货币 那中国经济 那不就能够恢复了吗 不靠你 我川普告诉你 我工作也不靠你 我问问一定要找个男人服务他呢 What the fuck 脚不洗牙不刷 活得不滑 我还要照顾他 我还有温柔 我还有贤贿 我这天还不比他少 你老娘我自己活得很好 我问问一否刺服这个男人呢 What the fuck 我爱国贵 我爱国贵 这个爱国贵怎么爱呢 很简单了 花钱 花钱就是最好的爱国方式 现在呢 跳到内循环 这个概念上来说 我还是那个观点 只要消费能够 难定的增长 中国经济在未来 它的动力 你消费什么啊 你白了你没钱 你有钱还是一个交绝 是吧 你看那些 你赚不了钱 你永远会困在 那个烂色教区 一匹王八蛋 天天喊你三缺一 假如你无故地 造成一个傻 别生气 不要批判他 不要支持他 把他鼓励成一个 大傻 别客 在选择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放弃 所谓享受性 高工资 或者福利性的这种想法 厌苦奋斗的这种想法 在年轻人当中 还是要重新的去 年轻人 我认为让你们买得起房子 非常容易 怎么非常容易 好 你们未来工作 三十年四十年没问题 为什么贷款只给三十年 不能给四十年 国外贷款可以带到八十岁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粘长 还有 你们 未来的收入会不断地提升的 能不能把首付降到百分之二十 甚至百分之十五 我觉得没什么 都是无用的人 我是个挺精英主义者的 对 我认为这个世界 不需要那么多的人 就同时思考那么多 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说 你的定位其实也非常精准 就那部分 我认为可能 还是蛮少数的人 可能全国一年就 几十万 农民在地里 除了两笼地之后 他就回去 晚上就睡大觉了 当他在睡觉的时候 这个种子在发芽 光脚在长 所以说农民跟我们吃到粮食的关系 并不大 甚至几乎没有什么贡献了 出大力流弹汉 在我看来 是一种懒惰和愚蠢 农民消灭 让他们变成城里人的时候 中国才会真正的 复弄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跟飞食病的讲述 我们给非洲学生的讲学金太少了 一年才十万 讲话不雅 中国人骂人很难听 不骂什么他妈的 很文雅的 有什么不好 他妈的就是他妈妈的教养不好 才会有这样的小孩 我觉得就很文雅 有什么不文雅 是你自己脑筋讨坏的 想到哪里去 你才认为他妈的不好 他妈的有什么不好 一个女人 如果相信我爱你这种话 我不必看你的八字 你这辈子离婚三次 谁会种地吗 谁会种地 农业科学家 怎么改良土壤 土壤是怎么堵成的 农民懂吗 农我不懂 怎么育种 农民懂吗 不知道 不懂 农民会发明农业机械吗 不会 会发明化肥吗 不会 什么都不会 就会 判定和家族 就会出和事当务 辛苦并不是人事的必要 太累的活不能干 那科学家 整天在有空调的房子里 待着 谁更辛苦 是 那都不汗低 汗到不低了 是那个低汗的辛苦 还是不低汗的 实际是那个不低汗的 只是他们的老总 你看不见 他虚 科学家的老总虚 但是没有这个虚 没有危机分 没有物理学 这个火箭 卫星就上了天 农民也没法种地 你说虚 虚你的东西的价值 更大 感谢 感谢